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地球的结构 在46亿年前,地球不过就是一颗炙热的大火球 表面充满了岩浆 在一段时间的冷却之后呢 整个地球的表面凝固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地壳 这就像是我们把一杯水放到冰箍一样 一段时间之后呢 水的表面会先结成了一层薄薄的冰块一样 这种薄薄的硬壳啊 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陆地 你会对这块土地觉得好奇吗 你想知道这块土地下面有什么样的结构呢 科学家们也是充满了好奇 想去了解我们地底下 这块土地到底长怎么样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探究呢 是用挖的方式吗 哦,别开玩笑了 目前人类挖最深的记录 不过就是12公里左右的深度 如果把它相较于整个地球的直径来说 地球的直径是12740公里左右 这12公里其实就只有小小的一部分 有多小呢 就是这个陆地上面的一个小小三角形 有看到吗 我看不见 没关系 我们放大来看看 哦,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小小的三角形 大概就是目前 我们人类可以挖最深的状况 跟整个地球的半径来说 还是差距太大 也就是说 整个地球内部的状况 目前大多是科学家所推测出来的 并且还没有被正习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研究 整个地球的内部结构呢 科学家们想出一个好方法 就是利用地震坡 当地震坡发生的时候 地震坡会在地底下传递 根据我们过去学过 波动的理论 波在不同的介质当中 会产生反射或折射的现象 于是科学家收集地震发生时 震源的位置 以及各个地方所收集到的震坡现象 这就像是我们利用断层扫描 来探究身体内部的构造一样 地震坡也协助我们 了解整个地球的内部构造 目前我们了解到地球的结构 大概可以分成地壳 地海以及地核三个部分 地壳的部分呢 又可以分成大陆地壳 它的厚度大概是40公里左右 另外还有海洋地壳 它们的平均厚度呢 大概是7公里 这地壳的厚度 相较于整个地球的大小来说 其实我们的地壳 比鸡蛋的蛋壳还薄 就结构来讲 大陆地壳 主要的成分是花岗岩 而海洋地壳 主要成分是玄武岩 地壳的下面到 以地面深度约为2900公里的位置 都是地寒的结构 地寒主要是由橄榄石所构成 而橄榄石是一种 鎂与铁的细酸岩结构 再从地球表面往下 深度70公里到250公里之间的地寒上方 这里充满了融融的岩石 也就是融化的像麻吉一样软软的结构 我们就称它为软流圈 软流圈以上包含地壳的结构 地壳的部分 大多是坚硬的结构 我们就把它叫做岩石圈 地壳以下到地心的位置 也就是从地壳往下2900公里到6370公里的范围 就是俗称的地壳 也就是地球的核心 地壳主要的成分就是密度比较大的铁跟镍 在地球还是一颗大火球的时候 铁跟镍因为密度比较大 所以它就沉到地球的中心去了 一般推过来说这里的温度 大概是介于铁跟镍融融的温度 也就是摄氏6000度左右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地球结构 我们下次再会